焦点视频,逆龙之缘机的时间,药光莫见到逆龙师傅 哈啰,你好,又多谢你收看我的节目 师傅,上一集我们就讲过九至尾出世年份的人士 他在2022任人年的流略问情 今集我们就讲一讲零至尾 是的,零至尾 零至尾即是六零七零八零九零 就是逢是金金透天罡的年份 或者如果你是这些日子出世 比如是庚子日、庚仁日、庚神日出世 这都对的,都与你有关系 我们或者开始讲一九六零年庚子 首先庚子零因为身子神 身子神 就是逆马 就是逆马 我们叫逆马 就是逆马 就是人 明年2022任人 就是逆马 所以我们这个 就叫做真逆马 就是真是要跑来跑去 就是真是要走动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神 就是要注意 那么 长辈可能有些 喪服 我们叫喪门 不过 凡是 凌自尾出世的人 明年是如何 明年是 明年是恭喜你 这是一个财华发挥的年份 如果你是有什么构思 较为独特的 或者你自己本身有些技能的 明年 你可以尽量去发挥一下 试下将自己这种的财能发挥 其实可以靠这种财能赚钱的 明年是明年 因为明年来说 我们叫做 食神身财 我写在这里 食神 身财 就是福治天内 即是说 用你这种的财华去赚钱 在明年是一个合适的年份 1960年出世 都是62岁 还可以这样去做 可以 逢零至尾都可以 如果62岁 可能更好 又成熟又稳重 又有技术 不过 用技术赚钱 用财华赚钱 不是叫你炒股票 炒股票 如果自己国下自理 我是从来不会叫人去炒股票的 是另一样东西来的 没错 因为 明年的股票 应该是明年的经济金融 都不是一个好的年份 如果你想着靠这样东西去赚钱 都机会率低很多了 是 另外来说 2010 十多岁 十二岁 很小 这个没什么好说 其实明年来说 变了 如果他本身的人 是较为活跃的话 本身 是活跃的 是活跃的 明年可以读书的 明年可以读书的 即是定性一些 不是定性一些 即是他可以发挥到他的能量出来 哦 但如果平时的人 不是很出声音 有时候躲在 或者是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不是很多人沟通的 那样 明年来说 其实在学业方面 都未必一定是这样理想 嗯 我们是这样看的 嗯 所以他是两极化的 他可以好是 Double的好 是 差是可以Double的差 哦 因为他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就是一个叫做犯了福淫 因为他明年是人的年 他自己出生的年份 又是人 或者他是人日出生的 那这种犯福淫 就会Double好 或者Double差 嗯 所以未必一定是坏事 有些人说 犯太衰 或者太衰福淫 那就衰 不一定的 可以是Double好的 嗯 嗯 好 跟着下去 2000年 更神年 这个呢 逆马 是吧 是吧 那如果出来做事的 二十二岁了 开始 可能是毕业出来做事 是 所以明年呢 就有个叫做有才运到 好啊 哦 哦 那便好啊 如果明年来说 其实可以有机会去 暗中可以赚钱的 意思是什么呢 譬如说 如果你正在读书 可以试下做一些兼职 可以赚到钱 是吧 是吧 或者是 正在工作的 都可以自己做些兼职 是吧 是 即是可以的话 所以明年呢 是 2000年有财运到的 OK 不错的 是 那就是 跟五年 那今年呢 又是有这个叫做子贝 小心一点 即是一九九零 即是一九九零 即是一日出世的人 即是容易被人捉背 那就是 人贯会 火官王氏叶 那样来说 是 是 难命 在一个事业上面呢 可以是一个 有机会是有发展的 是的 但是有发展得来 压力也是同时增加 那就是说 越承受大的压力 那个发展 当然就会是更加好 嗯 如果是 旅命的话 嗯 小心什么呢 嗯 我们叫做 情海翻波 翻是怎么写呢 这个 情海翻波 什么意思啊 即是如果在拍拖 很多呢 很消失 明年有可能 会 有机会 有些 分手的事情都不来 那希望不是啦 九零年即是多少 零零一零零二零三十多岁 那要继续 那要继续 大家的关系要拉近些才行 是 有些这样的可能性 那当然你说 喂 是不是人人都一定会这样 当然不是啦 要整个八字看的嘛 但是 我们看年份 或者看日呢 它已经有这条数存在 嗯 到最终 实不实行到 都出现到呢 当然都要看其他的 但是你一有这条数字 就要小心 好 那接着80年 更新 更新就是疫码 走来走去 那明年来说 就 小心事业方面 会有机会 如果你自己做生意的 生意 小心 生意可能会有 損失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说 做开生意的 明年最好 就不要那么大的投资 就是不要把它再发大 是 看定些 是了 就是留待实力 后年了 因为明年来说 就明显看到 是有些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 就是之前都说过了 因为 为人 生 充 充 兴 兴 他人同生 本身 人 和这个 这年和自己的日之 或者是80年出生的人 相充相迎 那这个又是犯太岁 这种叫做犯真的太岁 其实是犯真的太岁 是 这个是犯真的太岁 禍必重 如果一重的话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还有来说 小心 男士的话 除了防事业 破财那些 还要防被异性拖累 被异性所累 可能事业钱财方面 如果有异性出现 可能给你一些意见 你就要特别要留意 特别要小心 很容易被异性所拖累 接着 无恕 无恕又是有子贝 又是容易 或是更恕 更恕容易被人家拖累 1970年 或者是更恕入出世的人 其实逢是更恕 和更神 这两日出世的人 本身很多时候都很容易被人家拖累 很容易被人家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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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另外来说 另外来说 可能你未必自己知道 又或者你知到 或者真的有出现了 不想被人家拖累 我亦都见过 有些真的是这样 他说 师傅真的有 实际上情况是怎样呢 我认识了一个 大概二十年的男士 哇 他不是很想被朋友知道 即是不想带他出来见人 就会被人家拖累 即是有人说 哇 为什么你的男朋友这么大 即是估计他 就会被人家拖累 这些暗中不想被人家知道 是吧 即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没有大问题 70年这个 除了这件事之外 不过 整体房子0至尾出世的年 明年又如何呢 注意啊 罪忌是充犯你的上司 充犯你的老闆 千万不要走去充犯你的上司老闆 如果你充犯你的上司老闆的话 那 即是有很久的 这些 转工都可以了 这个未必的 如果是新今年 即是六一一战尾那些 即是想着要转工都可以了 为了充犯的话 是 那 还有什么呢 不是很顺利 其实需要忍耐 稍为这个有少少 可能有机会做错些事的 即是小问题 自己多些注意可以了 在爱情方面 会有少少好像心灰的感觉 嗯 有些不是很满意 自己多些注意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 看看如何调节和自己的另一半 或者 没有另一半 即是调节内心世界 令自己开心点 快点找另一半 是 不要整天自己好像心灰意冷 那 那 如果在家里来说 有机会有些口角 那 那 甚至乎自己玩失踪几日 这个 明年 不知你在哪 那 那你自己注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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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手足之疾 即是 手脚的问题 意外 弄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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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細心留意 那 有一些感情 不可以显露出来的 那 每个年分都有 我也这样看 是的 很多也更重 我们兼 developer 所以大家小心转